昨天刚好在我们节目 郭正亮亮哥他也在现场 他跟高晶还蛮熟的 他就说以他对高晶宿美的了解 因为他昨天身体状况 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好 他说高晶如果身体正常的话 他飙起来也是非常惊人的 他说如果正常情况之下 他在现场一定会弄一个场面给你看 因为他认为他站得住脚 民进党也很大声 民进党也觉得他们自己站得住脚 即使国民党的立委 这几位包括了林倩奇王红威 徐巧新 徐宇珍 徐欣盈 昨天很快的就到了北检控告 民进党立委强制妨害公务罪 但是老柯柯建民就说 内政委员会的会议室就是红楼202 议事人员都在此 国民党更换会议室是非法 今天会议正式的一场就在这边 民进党团不会认同他们的 所以国民党团也自行散会了 而副总装也到北检告我 那就来面对 当然有记者问他说 那蓝营指控软禁绑架议室人员 柯建民说你认为有这种行为吗 那么苏巧惠也在讲 他说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 议室人员一直都待在上班的地方 国民党想要强迫他们离开会议室 才是事实 蓝白不要因为自己翘克 就想绑架尽忠职守的议室人员 做贼喊抓贼 混淆视听很厉害 我想说万一 我说万一 立法院被炸了 或者是说有人威胁说放炸弹 比如说作战对不对 可能空袭 难道我们都一定要死守 我猜二零合那一篇吗 有这样子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说立法院他们委员会 都有固定的几楼的 一二三四吧 房间对 所以有这样分 OK 就是红楼那里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联席的时候 就会到群先楼 因为101是比较大的 OK 就是这个样子 那到底我们要听谁的 当然是听主席的 对不对 就是赵伟 OK 然后好像你就是 就是把这些工作人员 我们意识也绑在那边 你知道以前太阳花 他们是自己繁锁 用那个机车锁有没有 繁锁在里面 他现在是用人肉盾牌 挡在那边 不让人家进出 刚才这都太可笑了好吗 以后我们做绑匪 我只要提供水 提供鸡排 就不是软禁 可以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太糟糕了 那我其实是说这些立委 真的是等而下 我坦白讲 你知道台语叫做下戏下战 你上次看到他们在抢 那个主秘是不是 主秘的那个意识资料 我那感觉这样 哇那好像是美式足球的四分位 四分位还是客气好不好 他还得意说你看我只不错 其实我那种感觉是 原来传统市场的肉丁你知道吗 你倒下倒下没得好 倒下那些什么火 掉在地上 那狗一咬就跑掉了 你知道吗 哇 等而下 然后你看到那个嘉怡的立委 你知道像流氓啊 你知道流氓是不分男女的 那我还要回头再讲说 以前我们在威权民主化过程里面 立法委员是地位为什么这么崇高 因为透过他的言论免责权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 言论免责权是 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啊 但是你现在已经牵涉到 意识人员的人身自由 万一有怎么样的时候 人身安全的时候是怎么样 难道立法委员有可以 无限上纲到那样的程度吗 我如果看到 如果这是在西方国家的话 这个就是藐视国会 我在藐视国会不是针对个人的 你知道这样言辞等等 这些就是藐视这个人民 推出来的整个这样的国会 OK 我只是在讲说民进党 或者说我是讲说民主国家里面 本来嘲笑也大 尤其在总统制 这是习以为常 你就要如何去说服对方吗 你以为人多选上了总统 然后就民选皇帝 然后你现在立委自己这个样子 还让你说多数暴力是不对 少数暴力也是很可恶好吗 我觉得高静伟昨天这样也好啊 那我们老百姓来讲说 你一直在讲说实质内容 坦白讲那个实质内容 因为过去我们是复苏选区嘛 所以算了那个公司其实是不太 不 我要讲这 那些台大法律系的头脑不是很好 好吧 先是这样讲 OK 第二个这个程序 刚刚他奉行也提到没有讲嘛 说你一直在讲说程序不正义等等嘛 但是是你不让我们讨论的啊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说你们在讲什么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我就一直没办法 没办法接受就是说 他们说这个不是很完美 全盘翻桌 对 你想一想说 我们如果有人闯红利灯 我们是把红利灯都废掉吗 制度是背后里面有道理的嘛 只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这台大法律系的他们就只会抄 欧美的德国 也就是德国跟日本的 抄一抄以后 然后一个案子 一个法案的翻例差不多几十万嘛 然后背后的法理 其实他们不是很通 因为他们分工的很细啦 几个大法官会议的视线论文 那就是他们的地盘啦 然后活得够久 你可以当大法官 然后接着可以当中央研究院院士 对 民党现在翻桌嘛 从昨天早上的时候 议事人员在宣读议事录的时候 读到一半耶 他有多错愕 突然之间张红露手过来 把他抢走 结果到下午的时候 变本加厉 这些议事人员形同被软禁 那当然在现场呢 庄人熊还请大家吃火龙果 好 那我看到那些画面 还有沈柏阳中嘉宾在刻鸡排 那当时其实看了 其实蛮不是滋味的 觉得说 你们花纳税钱不开会 还在那边大吃鸡排 好 那刘世峰 因为他官员嘛 他是说我没有被软禁 那种部长 但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请教猴子哥 因为猴子哥常年跑立法院 在立法院呢 你什么大风大浪 场面也见多了 那这一次是 跑那么久是没有第一次见到这个状况 其实以往大概都没有 我觉得民党这一届有一个糟糕的状况 就是说 李立委之间的冲突 每次都要找议事员背锅 从抢周外来的议事务 到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从来 跑立法院那么久 那么多的冲突 然后从来没有看过说把议事人员锁 就是你不能说他锁 他没锁 就是说他就是把你 你说软禁嘛 好吧应该用这个词 因为立法院的状况 一向都是委员最大嘛 那个议事人员不可能去碰你嘛 所以当你站在门口 你说我不知道你过的时候 你说你议事人员 他怎么去做 怎么去那个 他不可能跟委员去 去有任何的推起 他们平常在立委之间的冲突 他们遭到波及 也就摸摸鼻子认了 你像周外来那个被抢了 他也不可能去告 也不可能去告立委 那个状况 立法院的生态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立委是主体嘛 你们这些人是配合 是因应立委的需求而生的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 不会去碰这个事情 因为很难处理 而且因为以前要的话 也是蓝绿互弄嘛 对不对 你要乱两个蓝绿自己乱 不会去弄到议事人员 因为他们今年的状况就是 今年的状况 我觉得民党有个坏 就变成一个坏习惯了 就是你没事去弄 就是议事人员不是明显的偏颇 也就是说议事人员很偏颇 你说我觉得你们是意识不公 那你去这样你就算了 问题是基本上这个状况不是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为什么讲说 以往都没通过这个状况 因为不需要嘛 其实以昨天迷朗的人数来讲 即便换场地开会 你其实也有办法让他开不成 你何必要在那个地方 去为难议事人员呢 就是你要阻止这开会 有很多方式 你不需要去让议事员难做 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 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为其实换了场地 其实因为国民党 昨天那个状况就是没有要过嘛 我讲白的是这样嘛 不然的话以往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要过的话 当场就换场地了啦 还跟你等到下午去换 我当场就另外找一个地方开嘛 对不对 然后那你就不会有那个问题 但我也必须要讲你 国民党昨天自己该做的东西也没做啊 你怎么会跑到整个 因为议事员不可能跟立委冲突 可是立委可以跟立委冲突 你怎么跑到那个委会里面 半个人家的人都没有呢 对不对 你怎么会全部都撤光 都在外面 对啊 你今天要过这个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 人家民进党早早六点多 就去占场地了 你国民党八点多才到 然后你人撤到半个都没有 去碰到这个场地 你说多数人没有就算了 你撤到里面撤到一个都没有 我觉得那也是离谱啦 那你说高晶那个状况 也变成是这样嘛 你国民党自己没有人 没有人要保护我 没有人要保护议事员 你叫我高晶一个人帮你扛吗 所以高晶为什么昨天 他昨天就宣布说 我下礼拜再排一次 那你国民党的案子我不排了 你国民党的案子我不排了 你国民党没有 没有要捍卫你自己的案子 你叫议事员受苦 这个源头其实是说 你国民党在发动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清楚嘛 你就没有想清楚嘛 我们以往看过很多那种 强度关山的案子 或者争议性很大 比如说当年马英九的福茂 包括蔡英文的钱瞻 包括陈菊的那个人事案 人事统一权 通通都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很简单一句话 总统说我就是要 你们把面子丢光 你也得给我过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有一个清楚的版本 我就是要过这个样子 差一点点都不行 你国民党这一次 包括国会改革包括这一次 到现在为止没有版本 你像昨天那个许甄的案子 国民党没有一个人讲说 我就是要这个案子 不然你是在开什么 你是要打什么 你先把自己的案子理清楚嘛 对不对 你自己内部都没有共识 然后蓝白两党也没有共识 你急着排案干嘛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说下礼拜 你看下礼拜还会冲突 下礼拜没有你的案子的时候 会不会冲突 一定开得成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自己要去想清楚说 你自己的策略在哪里 就是说民党的做法 民党昨天的做法很简单 他就是政治斗争 我就是要把你架在这边 告诉大家说 你国民党就是要强度观山 我就是挡住了 可是谁给他这个机会 你们自己在整个 整个沙盘推演跟策略上面 你完全没有做嘛 我觉得国民党不能够 一直在重复这个状况 会一直失分啦 好我们先 会不会写说 你不准够 不准备 有点